我今天很開心 因為這三年我曾經跟Jay關心弦談過很多次 由他出歌出碟開演唱會 到他今年再開紅館演唱會 又可以聊天Jay 不夠一年又開演唱會 真的非常多謝你 我真的記得你很密 我也很多謝你 因為很多歌迷都很多謝你 因為你對音樂的熱誠真的不是彈花一耳 這次我覺得很棒 因為去年開了二十週年的紅館演唱會 大家覺得很棒 今年有期 當然是開拍二的 也算是第二次 但我知道性質完全不同 大家也以為是這個拍二的期 其實我一直講不清楚 其實不是的 其實是怎樣呢 開完演唱會 中間我幫了一個慈善基金 在紅館做一個慈善秀 原來我的慈善基金能否在紅館開一個秀呢 然後我上次的演唱會 其實我原來心靈善基金 是買了票送給低秀家庭 他們整家人來看完之後 他們很感動 原來我從來都沒有一個紅館 對於我們和你和Janny 其實經常看表演 但原來對別人來說 他們從來都沒有來過 原來紅館的夢不是歌手搭燭 是看的人都是一個夢 那我原來是可以這樣 那我就在想 構思 如果將來還有機會 我在紅館做一個秀 可以免費給你們看的 看看可不可行 那我公司就說 你先入紙吧 說什麼 你猜真的會批你 是啊 我也聽過很難 你不是一定可以的 那我就說 好吧 入定兩年後 三年後 我真的這樣想的 但沒想過一入 我8月入 12月頭就批了給我 我覺得上帝早已預備 這歌要聽 當你為社會做一些事的時候 你祝福人 你才會被祝福 我覺得你說得很好 上帝早已預備 但另一句就是 機會是為了有準備的人而來的 大家聽聽這個演唱會的名字 就會知道它的內容真的很豐富 我記得的 今年4月20日 紅館舉行的關心賢 閃亮福音慈善演唱會 沒錯 厲害 那你聽說裡面 固然有關心賢在裡面 然後又會shine 然後又延亮你的生命 又有福音 又會做慈善 又是演唱會 即是有好歌聽 其實是有很多意義 將它混在一起 還有有些新聞都說 阿J這次不僅奉獻給了一個很有意義的目的 演唱會 而且你又不收歌籌 還要自己貼錢 其實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其實對我來說 我不是特別想 需要多開一次的部分 我覺得上次已經是一個 整個歌迷很圓滿的一件事 是的 其實我很滿足 所以其實我沒有構思要去做多一個show 只不過這個是真的這樣 是無心插柳 而真的實踐了這件事 那我就在想 我做一個什麼的音樂會 因為其實大家聽過很多慘情歌 但同時呢 我的歌迷知道 其實我有很多福音的歌 福音其實是一個音樂種類 是將愛傳遞 嗯 我是其實帶著這個的心去做 我希望香港經歷了這麼多年 我希望這個演唱會 可以將這個愛傳遞到 很多人的心靈經歷很多的 就是膠碎啊 枯乾啊 那我希望他們來看show 可以給他們敷一個心靈的mask 嗯 那我們歌者就是 我們可以做些什麼 就是我們贈給我們的歌聲 我們的歌籌 那還要把朋友拉下水 那我試一下 這個形式是很新的 因為我們會有一百萬的錢的票 是送給一些低修家庭 差不多一千張票 嗯 那是低修家庭 一些的學生 和一些患病人 就是長期病人 因為他們都很需要 有一些這樣的音樂會 所以其實這件事是 是很 很 impossible的了 還有我覺得力量很大 就是這股力量會在後面推動你 會令這個演唱會做得非常好 我相信 我真的是盡力的 因為其實這個比上次還急 上次你說急 這次還要少一倍的時間 還要籌備這麼多東西 但是我覺得這件事 當你的心是為了我們社會 原來所有東西就會來找你 就是和每一個朋友 不是只我不收歌籌 是每一個來支持我的嘉賓朋友 這次是說明是多些嘉賓 嗯 因為慈善大家都有個心 還有每一個嘉賓 可能他們都有一些是可以 shine給你的 不是說來就唱這首歌 不是他們一定是有些 meaning 所以我希望這個show 是一個不一樣的show 而這個show的 meaning 就是希望可以捉獲我們香港 明白 那我想問 演唱會 很多時候都會覺得 不是只有一個演唱會 譬如上次你之前都出了一個album 那今次會不會都有新歌 或者有什麼配套 成為演唱會 其實今次真的沒有特別計劃 完了演唱會 其實我也是在一個休息 以及在做我的慈善基金的事情 我其實沒有特別計劃任何事情 只不過是因為我前幾年呢 我開始就籌備回一個福音的專輯 因為其實我很久之前 為什麼這個叫做炎亮呢 為什麼我機構叫炎亮 就是因為十幾年前 我第一張的福音專輯叫做炎亮 我聽過 我所有福音的歌 就在那一碟裡融回了 十五年都沒有再出過方便 那是前幾年我覺得 我們就是唱這首五曲 那些歌是可以有blessing的 我不如就做回一個福音專輯 就是我有個感動 就想著慢慢去錄 就是不要緊要先錄 其實都不想著幾年出的 三五七年後 就是擺著在那裡 那誰知道我做的時候 有個朋友呢 他們兩個做一幕 就看了我的一個生命的分享 然後他就很感動 就寫了出來 整首歌給我 我寫給你 那一開始我以為是什麼 練舞聽 就是看那個詞不對勁 越講越重 跟著其實是說再見關禮文 就是這首歌 嗯 他是寫了我人生的一個經歷 那除了我的經歷 其實可能都是你們的經歷 因為他由我十六歲開始講起 那其實大家以為我現在這樣看 是媽媽 又好像做很多事情 很老正 肯定你一路都很乖 其實是真的很頑 我十幾歲時是頑到你不相信 你問我媽媽就知道 但可能很多這些都不知道 就是由你小時候 到你經歷情傷 到你成為歌手 你追夢 失敗 跌倒 又起來 那整個過程 他整個是講完的 我覺得是 也都最後是 《風風雨》之後 其實我們經歷很多的困難 我們經歷完之後 其實我們更加絕作 那我覺得這首歌很有意思 哇 很powerful 可能是我 他雖然是寫我的生命 但同時都可能是 很多人 你們的生命 哇 那就是說呢 期待演唱會之餘 亦都要聽一下這首新歌 還有可能 接下來會有一些其他 的福音為主導的歌曲 我覺得很好 而且Jay說得很好 可能大家熟悉Jay 都會有些很Hit的歌 譬如那些 你有心 我太強 負擔不起等等 但剛才你說 炎亮的Album 還有你以前的福音歌 其實我真的有聽 還有我心目中都有我喜歡的 是嗎 我都保留 很多人知道你唱 還有我喜歡羅瓦方舟 這首我都很喜歡 還有一首 我不知道算不算Side Track 被小人說 叫極吸引 這首我都很喜歡 很好聽 這首我都是其中我一首很喜歡 都想藉著這個演唱會 告訴大家 其實現在那些歌 不是那些不合音的 大家可能都停留了很久 年代一聽 不合音 就想又是那些詩歌 其實就不是 其實已經進化得很厲害 其實是流行曲這樣聽 有些是R&B 有些是R&B 有很多款式 只是音樂的訊息是福音 你知道有福音歌 拿過那些年度十大金曲嗎 是啊 有的 我不告訴大家 看看哪一個歌手和什麼歌 真的拿過那些年度十大金曲 是福音歌 是啊 所以我覺得現在的界線已經很清晰 譬如Jay這樣 兩樣都喜歡 我想作為歌迷 一定會為你打氣 不過我想知道 既然這次我們說明是福音 慈善的演唱會 歌曲的組織和編排上 會不會都仍然聽到那些 我太強啊 你有心啊 那些 其實呢 我說明買明買 先說明那個比率就是 有福音歌 有些大家耳熟臨場的流行曲 即未必是我的歌 是正能量的 或者是愛傳遞 大家一定會懂的 但是那些歌我們選得 不會理會 什麼歌 另外呢 就會有少少我的 首本名曲 都有的 但不是那麼多 始終因為上次你們聽完 即是再唱 其實那件事 上次真的大滿足 整個精選頁這樣聽完 是啊 今次我想是 將一些未呈現過的 一些歌可以放下去 還有這個慈善的show 那我找一些歌手 來一起crossover 我都希望他們那些歌 都是有個力量的 即是可能唱他的首本名曲 即是我想都會很清楚 不會是就這樣來 說個hi 說個bye 我希望是有意思的 所以我反而在這個program 裡面 怎樣令到整件事 是那個flow的對 你可能很灰心失意 但是你帶著這個shine 這樣離開 這個是我們希望這個show 做到的目的 那我覺得不需要我再去問 J為什麼要必看這個show 大家已經知道 我覺得其實我們吸收營養 就要均衡 當然J的首本名曲 大家都很渴望再聽你不斷演唱 但是與此同時 即是你會保留一小部分 但有其他譬如福音 甚至一些人生例子的歌 我覺得整個演唱會 就好像吃了一餐 營養很豐富的晚餐一樣 裡面又會有甜品 又會有主菜 又會有前菜 又會有豐富的飲品 令我們聽完之後 整個人均衡了 減壓可以 因為有時候你說 你吃點下去就行 但有時候你的心吃些什麼呢 不只是吃東西就能給到 我們的心靈裡的需要 真的需要透過一些音樂 一些人的分享去啟蒂我們 所以我希望 不只是為我們的口 而是為我們的心 大家記得 4月20日 關心妍 Shine 炎亮福音 慈善演唱會 你怎麼可以錯過呢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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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